彭车少年之麦克的迷案 第十一章 献丙日 入夜了,每个人都又困又乏 就连麦克和班尼也没聊多久 他们给花花扑了块软软的小地毯 可他并没有躺在上面 而是睡在了麦克床下的硬地板上 小狗都这样 麦克说,从不肯老实地待在为他们安排好的地方 公主总是睡在捡姑婆的房里 旺旺习惯睡在杰西的卧室 班尼说,其实 旺旺是杰西的小狗,不是我的 不会吧 麦克惊讶地说 我一直以为他是你的小狗 他是我们所有人的小宝贝 班尼说 我懂的,班尼 麦克打起了哈欠 他已经困得没法争辩了 晚安 班尼说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两个孩子很快就睡熟了 与此同时,在矿上的新家里 伍德太太和帕特躺在各自的新床上 也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伍德太太要起得很早 早上六点钟 伍德太太便叫醒了帕特 并准备了鸡蛋火腿、吐司、麦片粥和两杯牛奶当早餐 我已经等不及要做馅饼了 伍德太太对帕特说 你赶紧去洗脸刷牙 吃完了早饭过来 帮我干活吧 帕特说 我猜麦克和班尼也会一大早过来的 他们什么热闹都不想错过 是吧 妈 没错 他们就喜欢赶热闹 伍德太太宠溺地笑着 果然 伍德太太还没洗碗碗 孩子们就来了 我们是搭顺风车过来的 班尼说 快看维利手里拿的是什么 维利捧着一块写有大大黑字的小木板 这就是准备挂在门楣上的小店招牌了 伍德太太念叨 麦克妈妈的小店多响亮的名字 亨利爬上去 将招牌订到了门楣上 伍德太太 需要我们做什么 您就尽管吩咐吧 杰西兴奋地双甲飞红 来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做馅饼的窍门 伍德太太说 千万不能用手碰饼皮 擀皮的时候 要把饼皮夹在两张光面纸中间 杰西 维利 你俩把那几个大碗里的起酥油和面粉拌匀 我来教你们 杰西知道怎么做馅饼 班尼说 他是做馅饼高手 我绝对相信这一点 伍德太太笑着说 小伙子们 你们把烤炉温度调到400度 你们买的烤炉很好使呢 完了以后 再把30个烤盘放到长桌上 摆成一排 不一会儿 大家就各自忙碌起来 伍德太太说 开张第一天 我只做两种馅儿的饼 樱桃馅和苹果馅的 小伙子们负责开大罐头 然后放到桌子上 千万别让小狗靠过来 我把他们拴起来 我把他们拴起来 迈克说 哦 别 杰西赶紧阻止道 别拴旺旺 听着 旺旺 卧倒 旺旺立刻躺了下来 抬头看着杰西 摇了摇尾巴 果然没有起身 要是花花也能这样就好了 迈克说 可眼下我只能把它拴起来 以后 我们一起训练它就行了 班尼说 不过这得耗费整整一盒无花果糖呢 花花要是学会了卧倒 就奖励一颗无花果糖 如果中途它站起来了 你就大喊一声 错了 就这么训练 那改天我做点无花果饼干好了 伍德太太笑着说 伍德太太和孩子们 一共做了三十个馅饼 姐妹俩帮忙赶着 夹在纸中的饼皮 再把赶好的皮放到烤盘里 整个过程中 他们的手都没碰到饼皮 多有趣啊 维利说 你们这些孩子 帮着干活还这么开心 伍德太太慈爱地看着维利 有客人上门了 麦克站在门口喊道 是镇上的太太 女客人笑盈盈地走了进来 听说你们这里有馅饼卖 没错 麦克说 可是馅饼现在还没做好呢 那什么时候能做好 小家伙 我不是什么小家伙 麦克回答道 我去问问我妈妈吧 大概十点钟可以做好 伍德太太的喊声从屋里传来 十点左右吧 麦克又重复了一遍 那我待会儿再来吧 女客人说 我要苹果馅饼 我们会给你留一份的 麦克说 我记得住你的样子 你很漂亮 哦 谢谢夸奖 女客人笑道 你是麦克吧 没错 我就是麦克 做馅饼的 是我妈妈 馅饼终于烤好了 香味扑鼻 金黄酥脆 女客人也回来取馅饼了 她说 我跟街上的人一讲 他们都说 要过来买你家的饼 希望购矿上的工人吃 伍德太太说 我们做馅饼主要是为了他们啊 那咱们赶紧再做一些饼吧 杰西说 要是他们买不到会失望的 姐妹俩立刻又赶了些皮 麦克和班尼则打开了另一罐樱桃罐头 幸亏他们做了这样的安排 中午 休息的哨声一响 工人们就从采矿处蜂拥过来 都想在新开的小店吃上热乎乎的馅饼 很快 所有的馅饼都被抢够一空 连我们自己吃的都没了 麦克郁闷地说 别急 麦克 我还留着一张饼呢 麦克的妈妈说 就是烤得有点过了 我来把它切成七份吧 我喜欢烤得稍稍有点焦的饼 班尼说 大家围坐在长桌旁 吃起了午餐 麦克送来一大篮子三明治和沙拉 还有加了冰块的粉色柠檬水 每个人都吃得香喷喷 吃完饭 咱们要做什么呢 维利问道 馅饼室不用再做了 伍德太太说 咱们今天做的饼已经够多了 要不然去赛跑吧 班尼说 让两只小狗好好赛一场 没问题 麦克说 到我家原来的粉房子后面去比吧 现在那空荡荡的 场地大着呢 听到这话 杰西想赶紧将餐具洗完 他将热肥皂水到浸洗碗盆里 小心翼翼地把盘子逐个放进去 用海绵仔细地擦拭着 我喜欢干这个 他自言自语道 最后 他用热水冲洗了一遍 将它们放到沥水栏中 碗碟还烫着呢 它们会自己风干的 咱们可以不用管了 杰西说 几个孩子迫不及待地 带着两只小狗来到粉房子的后面 手里还拿着刚从商店买的两根大骨头 亨利发话了 现在 麦克牵着花花 杰西牵着旺旺 都站到这根线上来 班尼说 没错 亨利赞同道 先让小狗闻闻骨头的味道 然后我拿着其中一根 走到篱笆那儿去 班尼 你拿着另外一根骨头 跟着我 两只小狗受不了骨头的诱惑 巴布地赶紧跑去追亨利 只可惜被杰西和麦克牢牢拽住了 维利 你来发令 亨利站在篱笆那边喊道 数到三 你们就放开小狗 亨利和班尼坐了下来 高举着骨头 好让狗狗看见 一 二 三 跑 随着维利的一声号令 两只小狗犹如离弦的剑一般冲了出去 望望直奔向亨利 花花则跑向班尼 他们的速度都快得惊人 而且不分伯仲 偶尔会互相超越 但很快就被对方追上 然后又开始并驾齐驱 正在这时 花花突然转了个方向 速度也慢了下来 就像汽车在紧急刹车制动似的 接着 他跑了回去 四处秀秀 开始扒拉起来 怎么回事 亨利困惑地喊道 花花怎么了 迈克也叫了起来 花花继续跑着地面 望望见状也不跑了 他慢慢走到花花身边 也开始用爪子跑起了泥土 突然 花花发出了一声低吼 这吼叫声显然不是针对旺旺的 那里有什么古怪 杰西困惑地问 孩子们聚拢过来 仔细打量着两只小狗 泥土飞扬 花花仍然吼叫个不停 这里一定埋了什么东西 亨利说 说不定是根骨头 不可能是骨头 迈克说 花花绝不会对一根骨头 又吼又叫 好吧 管它是什么 反正它被埋得很深 亨利说 瞧这个洞 花花呲牙咧嘴地咆哮着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吼 他用森森的白牙 咬住了一件东西 并从洞里脱了出来 然后继续坐在地上低毫 被拖出的是一顶蓝色的男士帽子